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降桃花运不仅跟您谈感情 还传授您投资的秘籍 那是稳赚不赔 真有这样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吗 微信遇贵人热情介绍能够挣大钱的项目 然而钱投进去了 回报没有等到 所谓的贵人也失踪了 这是怎么回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片局花样百出 套路各有不同 张家界的刘女士收到了一条陌生人的短信 发信的人称 能够治好她的糖尿病 但是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位所谓的专家 几乎骗走了她所有的积蓄 2017年1月 因糖尿病住院刚回家的刘女士 收到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短信 对方自称是 北京朝阳中科研发中心的离退休人员 名叫董天刚77岁 能够治疗好她的糖尿病 并主动提出给她寄一些药品 刚开始不要钱 但后来每次都需要付2到3万元药费 且必须邮寄现金不能转账 熟落后的二人还互相认了亲戚 所谓的老人董天刚 说自己手上有两个指标名额 可以报销刘女士所有的医疗费 但要先交一笔手续费 可没想到没过多久 董天刚再次给刘女士打电话说 给她违规办名额的事情 被单位知道了 希望刘女士能帮她交一笔罚款 出于同情 善良的刘女士将钱通过快递 寄给了董天刚 怎么这么虚弱 身体都好吧 上次不是治疗的差不多了吗 治疗的差不多了 依然来接下 2017年11月 刘女士再次接到董天刚的电话 说自己得了血液病 要去美国治疗 之后退休金会全部打给刘女士 在这之后 一名自称是董天刚朋友 名叫段某海的人 与刘女士联系 说董天刚已经去美国治疗 给他转退休金的事 还需要他交手续费 于是刘女士又给段某海 寄了13.6万元 就这样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这个所谓的老人 先后扮演五个不同的角色 用六个号码与刘女士联系 把刘女士骗得团团转 骗走了刘女士200余万元 刘女士除了拿出家里的 一百多万元的积蓄 还借了一百多万元高利贷 另外刘女士 每次邮寄现金的 收件人地址都不一样 地址均为快递贷收点 一年多的时间里 刘女士不仅被电话里的 这位自称董天刚的人 骗光了所有的积蓄 还债台高筑 刘女士觉察不对劲之后 立即报了警 今年7月4号 湖南省张家介市公安局 永定分局接到报案后 立即立案展开侦查 民警从联系刘女士的 六个电话号码入手 发现这六个电话号码 归属地为北京 河北 山东等地 没有实名登记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也很难确定 就在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时 又出现了一名 叫任向洪的男子 与刘女士取得了联系 这位叫任向洪的人说 只要刘女士给她寄一些 古董古丸找高人指点下 刘女士那个免费医疗的指标 就可以办妥 警方分析判断 这名犯罪嫌疑人 可能和之前的犯罪嫌疑人 是一伙的 于是决定引蛇出洞 我就跟输下人商量好 安排一点东西 接过去先稳住这个犯罪嫌疑人 这次邮寄地址 是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市的 一个快递代收点 于是民警提前到达 快递代收点踩点布控 蹲点守候 在拿到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后 民警来到保定市公安机关 查询犯罪嫌疑人信息 随后通过银行账户查询 发现该犯罪嫌疑人 银行账户有大笔现金存入 通过这个主张的一个信息 发现他的作案 他这个进账的时间 跟受害人一样 而且时间长度 跨度是一年多 很有可能 他就是一个人作案 没有同伙 通过侦查分析 这名犯罪嫌疑人 和之前的董天刚等五人 其实就是一个人 扮演了六个角色 案件侦查至此 案情基本清晰 民警锁定犯罪嫌疑人 就在此时 贪得无厌的犯罪嫌疑人 又要留女士邮寄一笔 继承财产的手续费 得到这个信息后 8月24号 民警在收件地点 蹲点布控 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 陈某今年28岁 河北定州人 是河北省保定市 某商贸公司的 保健品销售人员 整个诈骗过程中 他一人分事六角 由于受害人刘女士 通过电视购物 经常购买其公司的保健品 于是陈某就通过关系 购买了受害人 刘女士的电话号码 犯罪嫌疑人 在沙漠公司上班时 通过沙漠公司的 内部的关系 购买到受害人的电话号码 联系到受害人之后 就首先是给受害人 推销保健品 犯罪嫌疑人通过 给受害人销售保健品以后 觉得这个受害人比较有钱 然后就是说 现在就起了歹心 就是说要诈骗受害人 就这样 犯罪嫌疑人陈某 在一年多时间里 连续多次诈骗受害人刘女士 就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 然后想过好一点生活 为了钱 和他聊天 就是聊了就是 花几个月 聊到聊熟了之后 他跟我说的他的情况 一次一次的 那么走一步想了一步 陈某诈骗所得的钱 大部分存进了银行 或购置了房产 受害人的钱财 基本上可如数追回 目前案件已移交司法机关 这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位 安徽淮北的李先生 他在网络上 结识了一位女网友 这位网友不仅温柔又漂亮 还是投资的高手 他主动为李先生 提供投资的信息 说能够帮助李先生挣大钱 而这看上去很美好的一切的背后 其实另有玄机 安徽淮北的李先生 发现有一位陌生人 在网上添加他为好友 李先生打开他的相册一看 发现这个陌生人 是一位面容娇好 气质优雅的女孩 李先生对这个陌生人顿生好感 随即同意了对方的好友申请 女孩自称名叫莉莉 成为好友之后 对方十分体贴 每天嘘寒问暖 两人聊得十分投缘 聊了一段时间后 莉莉推荐李先生 去一个平台进行投资 并声称自己在这里赚了不少钱 尽管对这个平台一无所知 但李先生却坚信莉莉 肯定不会骗自己 而且在李先生看来 莉莉似乎是个投资高手 总能预判原油价格的走向 因为他每天都发一些 预测的图 涨跌他都预测的比较准 出于对莉莉的信任 李先生就在平台开始投资了 可没想到几个月下来 不仅没赚到钱 就连投入的几十万元 也亏得一分不胜 两个半月吧 投了十二万 亏了多少 亏了十二万 开始没感觉 到后来前月亏了多以后 就发现不对 总是赚得比较少 亏得比较多每次 思来想去 李先生觉得自己可能是被骗了 就赶紧报了案 接到报案后 警方初步判断 这个炒原油的投资平台 应该就是一场骗局 为了掌握嫌疑人的犯罪证据 专案组安排一名民警 以求职者的身份 进入了平台内部卧底 他们公司没有任何门槛 只要一个毕业证 或者说让我提供一些 什么个人身份证明 就可以进他们公司 进入平台以后 民警发现 这个声称炒国际原油的平台 所有员工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拉客户 没有一个人关心 国际油价的涨跌 而该平台对外呈现的大盘 看起来像模像样 且声称 跟美国原油交易市场的 大盘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 两者没有任何关联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伪造了 整个的一个走势图 让你在大的方向上 感觉是跟国际是接轨的 其实是和我们国际平台 是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投资者以为 自己的钱 都是进入了国际市场 购买了原油 但其实这些钱 早就进入了 犯罪嫌疑人的口袋 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 平台也不可能 让投资者赢钱离场 只要来到我这个平台 那就是待宰的羔羊 一刀一刀 把你的肉全面割掉 警方调取平台数据后发现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 就有好几百人在平台投资 涉案金额高达三千多万元 我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发现 其中有一个客户 这个在短时间之内 光他一个人就被骗了 一百八十多万 这个数字是非常出目惊心的 警方发现这几百名受害人 之所以会到原油平台进行投资 都是因为在网上 遇到了这样的女网友 和李先生一样 河南的吴先生在网络上 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位 名叫莎莎的女网友 聊了一段时间后 莎莎也向她推荐了 这个原油投资平台 吴先生想着 既然别人都能赚钱 自己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 就开户投资了 可结果同样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亏掉了所有的本金 记者在安徽省淮北市看守所 见到了这位所谓的美女网友莎莎 然而莎莎的真实身份 却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邱某 邱某称 莎莎这个身份是公司帮她设定的 按照公司规定 邱某只能以沙沙的面孔出现 并且必须定期 往朋友圈或者空间里 发各种生活的照片 在网上找的 找一整套 因为网上毕竟那个人 也是谢时钟的人 我就找一个符合真实感 有真实感一点的 那么主要还是通过晒图 朋友圈晒图 晒的照片无非就是 我在海边散步 我去和几个闺蜜在一起喝点红酒 或者我们吃一顿法师打餐 日式料理 在成功化身为莎莎以后 邱某就在网上寻找合适的目标 然后加好友聊天 至于聊天内容则是五花八门 可以聊生活 聊感情 聊理想 只要对方想聊什么 邱某都会陪他们聊 按照公司的要求 必须做到七分情感 三分工作 先聊生活 兴趣爱好 聊聊他的工作 说说情况 然后我自己再判断一下 他是否有做投资 就是有做投资的能力 还是以先聊感情的方式 你要上来就跟这些投资客说 那你跟我干投资吧 那这样的话 一般都会受到 咱们网民的一些抵制 如果有人提出视频聊天或见面 邱某就会找理由拒绝 但为了留住投资者 平台偶尔会安排女性员工 给对方打电话 视频我们一般不接 打电话的话 就是女性 就是女经理接 还有就是 有时候就是找找公司前台 跟你关系好一点 那些女性的女性朋友接 邱某跟很多受害者聊天时 内容都非常私密 甚至以男女朋友相称 不少受害人 以为自己撞上了桃花运 却不知道 跟他聊天的人 是如假包换的男人 日久生情嘛 每天就这样聊 有曖昧 有过曖昧 他知道你是男的吗 不知道 是和我们一个 所谓的这种美女 正在聊天 可能是我们这种 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室 一帮大老爷们 在一块出谋划策 一块商量着 如何把你 请到这个坑里面去 精心包装的身份 还只是这个骗局中的第一环 犯罪嫌疑人 等对方深信不疑后 就会适时抛出诱饵 让这些人对公司的投资平台 产生兴趣 紧接着 他们便会推荐平台的分析师 并把受害人 拉到一个投资群里 在这个群里 还有大量其他的投资者 每天都有许多投资者 积极发言 群里十分热闹 在群里面就经常发送一些 比如说某某客户 今天我也盈利了 谁谁投资 我们今天又挣了几万块 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被害人 施加一个心理影响 让被害人感觉到这种气氛 感觉到在这个平台上投资 肯定能挣钱 因为大家都挣钱了 我肯定也能挣钱 加入到投资群里的受害人 看到还有这么多投资者 都在平台赚了钱 便信以为真决定投资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群里的人几乎都是 该云游公司的员工 据邱某贡述 公司里的每一个员工 都有十几个QQ 大家用这些QQ 分别饰演不同的角色 那个群是我自己创的群 一个想法 那里面全是想法 这些新人 他们会有多个QQ话 其中这些QQ话 都是他们自己和自己聊天 自己和自己发 就是你今天赚钱了吗 我今天赚了多少钱 或者说我谢谢你 这个投资师 我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 让我赚了多少多少钱 等待受害人上钩之后 犯罪嫌疑人又提出 为了能够多赚钱 投资者必须要选择资金杠杆 很多受害人觉得 这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 于是就不惜重金 杀入了这个投资平台 可是进去容易 想出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在该平台投资 必须选择资金杠杆 犯罪嫌疑人称 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让投资者多赚钱 很多受害人 甚至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小规格的杠杆是33.3倍 大规格的杠杆是50倍 就是说我偷一块钱 可以当50元花 按照规定 在平台不管是买进还是卖出 都要收手续费 一个来回是万分之十二 很多人觉得 一万元才收12元 似乎并不高 但实际上 这手续费也要加上杠杆 一万元买原油 我可以就是当50万来使用 双向收取是 万分之十二的手续费 就是我买进买出 都会产生手续费 这个手续费 就会产生600元的手续费 然后我们 客户进行投资的时候 这个平台还会收取 一个叫点差的费 这个点差是五个点 就相当于是500块钱 一万块钱进场操作一次 不论是赢是亏 各种费用就收了1100元 时间一久 很多受害人发现 哪怕自己没有买错 账上的钱还是越来越少 就是通过频繁的交易 频繁的买进 买出 买进买出 每一笔 买进每一笔买出 都要收取你高额的手续费 而为了避免受害人 长期不交易 平台还有一项特殊的收费 就是投资者买进之后 如果当天不卖出的话 也得交钱 这叫过夜费 如果说 你今天要是不进行操作的话 他们要收你一个过夜费 过夜费的目的 就是督促你 尽快地在平台上进行操作 只有操作了 他们从而从后台 可以杀你手续费 比如说 我买了100手原油的话 我当天不进行操作 当天就会收取我 一万块钱的费用 因为他的每一手的 过夜费是100块 这样的话 一个星期不操作 他的过夜费 就是有7万块 这样的话 客户的损失就是特别大 此外 由于使用超高杠杆 一旦行情出现波动 受害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已经被强制平仓了 赔了个精光 五十倍的杠杆 一万块钱进行投资的话 你亏损了2% 你的钱 就所有的钱都没有了 不知不觉中 你的钱 就被他们给吸走 造成这什么感觉呢 就说 我这个钱 我不是被骗了 我是因为自己手续不顺 我投资不对 是吧 造成我的亏损 目前该案 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这个诈骗团伙 就骗了3000多万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上当呢 对于这样的骗局 又该怎么防范呢 据警方介绍 嫌疑人在网上寻找作案目标 是采取广撒网的方式 虽然大多数人都拒绝了 但还是有不少人 落入了陷阱之中 案件侦破以后 很多受害人 在接到警方电话时 都不相信自己是被骗了 很多被害人 居然都不相信我们 说那不可能的 那我和这个 我们在国相处得非常好 我感觉自己没有被骗 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而有些受害人 明知自己被骗了 出于种种考虑 不愿意报警 自认吃个牙巴亏 警方介绍 在网络上 类似的投资平台很多 虽然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 但目的都是一样 就是为了骗钱 比较火热的 就是白银投资 黄金投资 国际原油投资 外汇投资 美元投资 包括一些什么 其他各种大众商品的投资 只要说在网上进行投资的 有投资这两个字眼的 你要高度地提高警惕 这很有可能就是一场骗局 这些平台往往都采取相同的手段 营造假象来吸引受害人 警方提醒 如果有这类陌生人 对你套近乎 十有八九是个骗局 网络交友一定要擦亮眼睛 尤其是主动找上门来的买卖 陕西西安的小飞 也遇到了烦心事 令他烦恼的原因 是来自他通过微信添加的 网友小阿蒙 那小飞原本以为 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网络邂逅 没想到这个网友 却让他一步步地落入了陷阱当中 有一个人就嫁我 然后他那个头像的话 就是一个美女 我每次嫁了别人之后 首先我先去看他的朋友圈 就给我的感觉的话 就觉得这个人生活过得比较惬意 和网友小阿蒙认识后不久 小阿蒙就向他介绍了一个 网上挣钱的项目 并自称自己之所以生活富足 就是靠着这个项目 当时他给了我一个网址 然后他就告诉我怎么去操作 然后给我申请了账号 让我自己去修改密码 他这个网站主要是以这个购买 网上彩票 页面的话就是重庆实时彩 当时在上面看到的话 就是你投资100块钱 可以赢地85 然后就是有85%的一个反点 在此之前小飞从未购买过彩票 对于彩票的一些规则 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在网友小阿蒙的多次劝说下 小飞有些动心了 要为自己的以后去做一些奋斗 以及打算 就觉得他给我介绍了这个 然后我就想着去试一下 给他意思就是说 小阿蒙兑现了他对小飞之前的承诺 在第一次尝试投入100元钱后 小飞获得了85元的回报 自己觉得特别开心 而且觉得这个朋友 说的这个方法是对的 可以带自己过上一些好生活 尝到甜头的小飞 当天晚上高兴得难以入眠 她的脑海中反复地浮现网友小阿蒙 给他描绘的美好未来 他说你放心我带着你 你肯定该有的肯定会有的 然后争取在年底的时候 也给你自己奋斗一辆车 在小阿蒙的不断诱惑下 小飞逐渐地加大投注额 从100元 200元 500元 一直增加到上千元 投资了五六千百 前前后后 然后大概盈利就盈利了四天多 就当时觉得天哪 赚得都比自己上一个月的班 给别人辛苦上一个月的班 然后每天还要上那么八九个小时 然后很辛苦 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丰厚的回报让小飞的胆子大了起来 在网友小阿蒙的指导下 小飞购买这种彩票的投入 越来越大 他这个网站获利非常快 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后来慢慢地降低这个警惕心 然后到达这个 这个三万块钱 为了能够让利益最大化 小飞把自己准备结婚的十万元积蓄 全部投了进去 他就说我如果这一下把这全部投进去 有可能我的一辆车就出来了 然后我当时也比较心动 除此之外 网友小阿蒙还给小飞支招 让他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 前前后后我就大概办了有六张信用卡 每个信用卡的额度大概就是 最高的两万 最低的是一万五 还有就是网络贷款 网络上面能借上个差不多七万 小飞将大笔大笔的资金 陆续冲入网站 并按照小阿蒙的指导 购买所谓的彩票 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段时间的中奖率却大不如前 账户里的资金如流水般的减少 十次可能还能会赢一两次 但是因为建立在感情的技术上 可能对方那个QQ 等于说在微信上给他说这些话 安抚他 给他说一些解释 给他一些解释 等于说是他慢慢的 还有些相信 他轻易还不会给对方翻脸 然而对小阿蒙的一再信任 并没有换来一个好的结果 当小阿蒙发现 小飞实在无力继续给网站冲钱后 便从小飞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这个所谓的朋友 还有他所谓打卡的那些人 都失踪了 感情不到了 他被拉黑了 他发现了一个结果 此时的小飞如梦初醒 原来自己掉进了一个圈套 小飞后悔万分 多年来的积蓄全部被骗走 雪上加霜的事 还欠了一大笔外债 最终他受害人被骗了34万 这是陆陆续续的这么多金额 我觉得我特别后悔 知道不 因为特别容易 就是容易相信陌生人 然后自己也给自己的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然后就是每天都有一些催账的 每天都会催我 然后朋友借给我的钱 也在陆陆续续地问我自己要 然后我就觉得生活压力特别大 意识到自己被骗之后 小飞立刻就报了警 关机关随即 与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取得了联系 随后重庆市福彩中心就说 重庆石石彩是一种 仅在重庆辖区投注站之内 销售的彩票 并未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 对重庆石石彩进行 互联网形式的销售 很显然犯罪嫌疑人 在互联网上冒充重庆石石彩 对小飞进行了诈骗 因为电信网络犯罪 根据我们以往的侦察经验的话 不管这个骗数它有多么复杂 但是它这个钱资金 应该是这一类案件的一个血液 我们顺着这个线追 那么最终这个钱肯定是要到 分子分子的手上 那么这也是他们实施诈骗的目的 经过侦察警方发现 冲入诈骗网站的资金 汇入了一个叫谢某某的银行账户 开户地点在重庆 受害人打到他这个 重庆九龙这个账户上 他那个钱不是在 这个银行账户上固定的 他每天都有支出跟支入 而且不是就我们受害人 这一个账户往那边打下 经过一段时间细致的侦察 警方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 谢某某的账户上就有 8060条交易记录 而该账户共向其他18个账户 转账达533万余元 一级卡分到二级卡 一张分到十张 三级卡分到50张 那么层层分解证资金流向 那么还通过涉及到一些 第三方支付平台 那么进行交易中转 逐级往下到六级卡 已经分散到2000多张卡 经过警方统计 分留谢某某这个账户资金的 相关银行卡 共达2000多张 而这个谢某某 也并不是一个真实身份信息 专案组意识到 他们面对的 应该是一个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 办案人员如果想找出 突破案件的线索 就必须对这2000多张银行卡 进行逐一筛查 专案组民警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 终于从这2000多张银行卡中 梳理出了头绪 这个钱从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南港区的 一个小区下面的ATM机取款 我们调取监控以后 发现是一个小女孩 每天定时在这个ATM机下面取款 警方分析 这个频频取款的女子 应该和这个诈骗团伙 保持密切的联系 而她经常在同一个地方 提取数万元的现金 说明这个团伙的落脚点 就在这台ATM机的附近 警方立即展开了实地调查 据咱们实地摸牌的话 这个黄河绿原小区的话 大致有十几栋楼 然后每一栋楼上 因为这个小区比较老 每一栋楼上等于说居民非常的多 个别的楼上经常有一些公司 就在里面租赁 然后进行一些营业活动 所以进出的人也非常的复杂 根据小区内部的监控视频 警方发现 那名取款的女子 每次取款后 都会回到小区的A栋901号房间 而这间901号房 注册着一家合法的商贸公司 公司的员工每天上午9点上班 下午5点准时下班 看起来一切正常 那么这家公司和诈骗团伙 有什么关系呢 经过几天的蹲守 专案组民警发现了一些异样 这个公司下班以后 其他员工也都离开了 但是这两个老板的人和车都没有离开 那么我们一开始也比较奇怪 我们以为是下班他会开车就走了 那红莱通过这个调查发现呢 车没有走 那就说明人也没有走 这家公司的两位老板 是陈某和陈某某 下午5点下班后 其他员工都离开了 而他俩却迟迟没有走出单元楼 专案组决定对两人继续侦查 随后民警发现 下班之后 两位老板既没有离开大楼 也没有留在901办公室 而是去了另外两个神秘的房间 这两个老板下班以后 没有下楼 反而上楼 那么到了哪呢 到了这个楼上有两个地方 一个12楼 一个16楼 民警身着便衣 来到了这两个楼层 和警方推测的一样 这两层楼内暗藏玄机 12楼16楼这个房间 平常大门也是紧闭 然后门上也是非常警觉 按着监控 在门口能听到一些草杂的声音 有那个声音在里面 大量人在活动 水电使用量也非常的大 在12楼和16楼里的 两间靠西的房屋里 应该有大量人员活动 接下来的调查里 警方发现 这两间屋内虽然人员众多 但是也很少有人出入 每天都有专人采购生活用品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这十分符合电信网络 诈骗团伙藏匿窝点的特征 在哈尔滨警方的配合下 专案组兵分两路 分别将单元楼里的 20多名犯罪嫌疑人 和组织这个团伙的 陈某和陈某某抓获 经过警方调查 这个团伙以添加微信 QQ好友的方式 引导受害人到他们制作的 所谓正规的彩票网站进行投注 以此谋取非法收益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该团伙在全国数十个省市 实施诈骗 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 虽然被骗的遭遇 一度让小飞十分沮丧 但在公安机关的努力下 小飞的大部分损失 最终被公安机关追回 陌生的网络不上 陌生的链接不点 陌生的二维码不扫 陌生的WiFi不连 陌生的网友不佳 再一个 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不要抱有投机取巧 不劳而获的心理 好 下面我们要连线 央广评论员张斌 那这些五花八门的招数 他们是怎么进行行骗的 我们对于这些陷阱 又是哪些预防的措施呢 张斌 所谓五花八门 其实归结起来 无外乎就是一点 最终让你掏钱 作为一个最终的诉求 所以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有的是能够投资 然后翻倍挣钱 有的是能购买什么商品 然后进行相应的回收挣钱 有的是利用感情骗钱 不管采取什么方式 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的钱骗到手 所以网络骗局 看似花样百出 套路很多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要让你出钱 所以我们的网上的朋友 你在上网的时候 遇到经常让你出钱的 这样一个事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了 其实这些年我们看到 依托着这种网络上的交友 然后许以高利 做生意 或者投资等等 骗钱的情况 屡屡出现 一方面 用这种交友的形式 能够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 取得你的信任 另一方面 这样一个方式 也让你对对方 充满了一个幻想 所以心甘情愿地 把这个钱掏出来 但是我们想想 刚才曹总也说了 天上不会掉馅饼 天上更不会掉 无缘无故的爱情 也不会掉 无缘无故赚大钱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 网络这些骗局 虽然说是纷繁复杂 花样百出 但是只要你抱着一个 不上当 不出钱的心 骗子一定不会得手的 所以我们上网的时候 特别是在网上教我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遇到这种啊 对方的情况 一点不知道 只是跟你这个谈感情 动不动就开始 跟你要小钱 变大钱等等 这些违反了 常识性问题的时候 您呢 还是擦亮眼睛 让自己的心神定一定 很可能 这背后就是骗子 好 感谢张斌 在这里呢 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热线十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